大家好,我是拉斯达 我是TV2华语新闻的记者也是主播 社交媒体泛滥 网红或自媒体多不胜数 资讯唾手可得 这种情况导致假消息满天飞 所以主流媒体 尤其是国营广播机构 显得更为重要 它的使命就是要传达正确的资讯 同时导致某一些不健康的想法 2020年 国营电视台迎来了一位 巫义华语新闻女主播拉斯达 因为我想跟华人的小朋友玩 所以我那时就跟我妈说 我要学华文 当时已经替拉斯达暴读国小的父母 同意让她转到华小念书 虽然他们都不会说华语 但都给拉斯达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好像我学华文 就是对华人的一个了解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就是如果你了解了不过 你就会增加你对彼此的那个包容 就好像我看一个课题来说 就好像找疑问的那个 找疑字的那个课题 我明白为什么他们有些人就会支持 为什么有些人不支持 由于懂得多种语言 也有传播背景 她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桥梁 把各族之间不一样的意见和看法 传达给各族观众 我去采访了过后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给 马来群众 华人的观众去看 所以我都会写两个语文的那个新闻 其实我觉得种族团结的这个方面 是每个人都要扮演的一个角色 学多了一个语言 你可以通过你的那个语言 去关心身边不同种族的人民 要实现各族团结 不同的母语根本不是一个障碍 只要各族善于用语言来沟通交流 持有开明的思想 了解不同语言的种族文化 你便能包容彼此的不一样 我们应该把语言当作 相互沟通交流的工具 而不是一种有杀伤力的武器 没有外星人都会有杀众 who knew 哪里要用的工作 主族文化的研araus 感谢观看